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城市都可以再也不用担心下雨了 后来又有一次我在医院打点滴 大雨滂沱十分吓人 父亲要骑车回家拿伞 我哭闹哭让 说让他等雨停了再回家 他看了一会儿雨说 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一路一个泡 落好就好跑 一路一个丁 落来落去落不停 这是说 雨滴如果落在水塘里 能泛起泡泡 那么这雨落一会儿就能停 要是雨滴大而重地落在水塘里 像钉子一样 那么怎么下都不会停 他就这样冲进了大雨中踩着单车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有着重重的担子 不像我们 吃不了苦 还时常抱怨 时常要享受 还要小资的生活 如今 他们远在上海 我又无法照顾 着实想念 雨深 总让我回到儿时 年幼叛逆 雨落在伞上的声音似乎一直没变 林林总总 这辈子为我们撑过伞的人 我们又能记得几个呢 我 我 那边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